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些开发的时候常用的快捷键 或说一些小技巧 在影片的后面我们会用到一个套件叫File Utils 因为这个套件你可以用指令的方式 不用滑鼠点击的方式去新增你的档案或是资料夹 当然也可以做到删除 那先来看我们要讲的第一个 我们先来讲复制贴上好了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用复制贴上可能是选取我们要这一列 然后Ctrl加V 把这个开起来 Ctrl加V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方法 我们把我们要复制这个列选起来 先选起来 然后按下Shift加LT 然后往下 或是往上也可以 就一直无限的复制下去 OK,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再来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程式码很长 有100多行 那我们想要跳到某一行 因为我们现在最上面 如果我想要跳到这个第95行的话 我只要按下Ctrl加P 然后按下冒号 接着这个冒号后面就输入你要去的那个行数 假设我今天输入95的话 有没有,它就帮我到95了 那如果我现在回到第一行的话呢 一样很简单 Ctrl加P,然后冒号1 就回来了 那再来看下一个 先把这些都删掉 好,假设我今天有两个档案 我想要 想要用一个画面 就去编辑两份档案 我要怎么去做 我不想要这样来回切换 那你这时候可以按下Ctrl 然后加上方的,键盘上方的数字键 那我现在按Ctrl2 它就帮我分割一个新的视窗出来了 好,那这个2的视窗呢 我们就可以把index.js拉过来 OK,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不想要说 我还要手动的去点准说 我现在要编辑哪一个视窗的话 那你一样 如果现在在这个第二个视窗的话 我要跳回第一个视窗 我可以按下Ctrl加1 然后如果要跳回第二个,Ctrl加2 一之类推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关掉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要用分割的画面来开发的话 你一样想要用跳转档案的方式来开发 那你又不想要用点击的方式 然后跳那个档案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你按下Alt 然后我就要跳到第二个档案嘛 我就按下Alt加2 那么如果要跳回 切回第一个档案 Alt加1 一之类推 看上面排的第几个档案 就按数字键 Alt加上数字键 OK 那其实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有 今天有很多层资料夹 Subfolder 然后Subfolder 2 然后这边有一个档案 叫做Index.jsr 好 假设我们今天想像 这个资料夹它分了很多层 但是我们还想要在里面去找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档案 但是你又不可能 假设我们今天档案很多话 不可能一个一个这样找嘛 好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搜寻我们的档案呢 好 我们可以按下Ctrl加p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index.js 后面就有给你这个路径 那我就是要选这个 Subfolder 然后Subfolder2 里面的index.js 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开起来 index.js 然后就把这个档案给开起来 好 OK 所以这个比较常用 我就是用Ctrl-P 然后去开启档案的方式 因为即使我没有把档案开起来的话 我可以直接在 VSCode这个根目录 只要你在这个桌案底下 直接按下Ctrl-P 然后去搜寻档案的名称 就可以了 好 那在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使用一下我们刚刚安装的 这个FileUtiles的这个套件 好 先把这个都删除 然后index.js也删掉 好 我们就先只留这个档案 index.ftl 好 那么现在要来新增一个档案 透过指令的方式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时候按下 一样按下Ctrl-P 然后大于的这个符号 我们找到我们的FileUtiles OK 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去做使用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NewFileRelative to CurrentView 好 所以我就按下去 然后在目前的这一个 这一个根目录底下 建一个叫做 index.js的档案 那么就是成功键好 然后也帮你直接打开来 好 那接着 如果我们要新增一个资料夹呢 NewFolder 好 就比如说打FileUtiles 好 NewFolder 好 那这边我们就叫一个Test OK 那他Test的资料夹建立成功了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在Test的资料夹里面 去建一个新的档案呢 那一样 我们可以叫NewFile 好 这边要注意一下哦 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File 那这个File跟FileUtiles是不一样的 这应该是VSCode 应该是原生的 它这个是只能在你目前的这个目录下 去建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某一个资料夹底下 去建某一个档案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套件 FileUtiles NewFile Relative to Current View 这一个 按Test之后 选一下你的路径 那我要在Test的资料夹底下 再建一个Index.js 有没有看到他就帮我成功建立了 好 那我今天也可以用 应该说串联的这个字串吗 我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想要直接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直接在那个资料夹里面去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好 那么可以这样做 我们一样选NewFile Relative to Current View 这一个 然后如果我说我要在我的根目录底下去建一个APP APP资料夹 然后在APP资料夹底下 有一个APP.js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建多份档案的话 一样的名称 然后不同的这个副档名的话 我们可以用括号包起来 就告诉我要JS档 那我还要CSS档 或者我又要HTML档 好 那我按下Enter 我就看到我在APP资料夹底下 建了三个不同的档案 CSS HTML 还有JavaScript 好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来搬移档案 好 所以我现在用Ctrl-P开启我的APP.css 我想要把这个APP.css搬到我的根目录 所以我按下Ctrl-P 然后Move File 好 这一个 Move 那我想要把它搬到根目录 所以我就把前面这个APP资料夹给删掉 然后Enter 它就被搬出来了 OK 非常的简单 那今天如果要删除这个档案的话呢 一样 File 我就直接Delete好了 Delete 那这边有个File.tels的Delete 他就问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档案给删除 那我就说 对 然后把它删掉 好 可以看到说我可以 不用靠滑鼠点结方式去很快速的新增我要的档案 好 所以他这边其实有提供蛮多种的功能去使用的 然后包括这个重新命名啊 然后复制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重新命名 所以我们先开一个index.js 然后我要重新命名它rename 叫rename 我要叫它tested.js OK你看没有很快速就把你建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关掉啊 然后把我们index.stn打开 这就是一系列这样的操作 要是你习惯的话 你可以 可能可以加快你的开发速度 好 那在最后呢 我也来介绍一下 我平常很常使用到的一个东西 叫做immit immit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html档案 复档名html这个地方 我们打下p的话 是不是就有这个提示资源出现 这个叫immit 那当我们按一下enter或是tab的话 它就帮我们自动张好了一个p标签 但其实是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客制化 自己去设定的 要怎么去设定呢 我们点一下vscode的左上角这个file 然后preferences 这边有一个configure user snippets 我们点下去 好这边就好几个 副档名的这个json 这边就是我之前曾经编辑过的 html json 然后markdown json 那我用这个markdown来做一个示范好了 所以我点一下这个markdown.json 好那我这边也就写一些程式嘛 那我们这边写一个新的 好那我这边叫它h1 好那第一个呢 这个prefix就是说 你要打什么样的关键字 让这个immit出现 就是像我们这边 如果以刚刚这个index.html来举例的话 这个prefix它就是输入这个p 它就是输入这个p 那我这边就叫h1 好然后在body这边呢 我就是说你今天去触发这个 去对这个h1按下enter以后 你里面程式码要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这边就用一个紧字号 因为在markdown语乏里面 紧字号代表h1 那这边就叫一个 简单叫个text 好那我这边加一个前字号e 好这个前字号e是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好那最后再一个叙述 好这边我加h1就好 好那我现在来到副档名为markdown 就是mb的这个档案 好所以我打开来 好这时候我只要按下ctl加i 好那边就会看到这边 有刚刚的h1了 那我按一下tab或是enter 好那会发现到hut的这个位置 我这个这个鼠标的位置 这个位置 好是在我前字号e的位置 好所以就是说 你这个前字号e放的位置 就是你等一下使用者 一开始输入文字的地方 好这你看哦 好我按下ctrli 然后h1 123123 好所以前字号e就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今天我把前字号e改到前面呢 好改到这个紧字号这边 这边这个空格 好那我们再重新输入一次h1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油标改到这边来了 好数标改到这边来 好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前字号2 好那要怎么去跳到这个2呢 我们只要我在h1 去触发h1的时候 输入完文字 然后再按下一次tab 好就跳到我们的前字号2 好一直在推 所以这边可以再设这个啊 前字号3 前字号4等等的 好依照你这个使用的习惯 好所以我一些常用的程式员 我都有去设定我自己的user snippets 好所以这是可以帮助你去节省 你写程式的这些时间 把一些很常用的 然后你已经很熟悉的程式员的语法 写在snippets里面 然后给他一个prefix 让他去呼叫 好OK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我教大家一些 平常我自己常用的一些开发习惯 好